哈囉大家好我是序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超Fever基點的兩個角色 公哲閒置還有愛爾西到底值不值得買 以及我們的被遺忘的無人天堂復刻之後呢 這些角色的評價有沒有做太大改變 那我們先從復刻的地方開始好了 那主要的話就是以講改變的地方為主 然後以前的東西就看以前的翻新影片 我影片留在資訊欄你們可以再去看看 好那這次的話因為是沒有做太大的上修 所以其實變成只是搭配角色的變換 那司馬千的話其實因為沒有任何的改動 那變成說其實已經跟不太像現在的火力環境 一回合的升攻升回其實變比較沒什麼效益 要嘛就是要修的話要嘛就是提升的量給高 不然就是說回合數也很長 不然依照現在的狀態來說 即使他有三個被動的模式啦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用 雖然在以前我是說他可能跟原版比試會是輸出傾向 但是現在變得輸出更兇的情形下 變成說強化九顆 其實打團戰也沒什麼效益 然後排行的話也不太會有人想要上他 他變成就有可能只是一些周回用的角色啦 因為三回合藍色珠連鎖然後濾轉藍爆彈掉落 然後以及可以開場啟動的效益吧 那開場啟動的話因為有可能隊伍只有一個可以開場啟動的情形下 強化九顆也強化不到 所以變成說可能他現在要搭配的話 我覺得可能還是是以我們水柴神會比較穩一些啦 他那個輸出會比較穩定 就是兩個人擺在一起的話可以穩定疊攻 然後也可以都可以一起開場開氣 然後可以先開一次水柴神 炸一次板之後再開四馬千 然後去再做一個C珠強化啦 不然的話其實基本上司馬千現階段 基本上還是 是卡面派為主啦 如果是以實戰的話 我覺得可能已經沒什麼 沒什麼主要上場的機會 就是變成說 大概在T2到T3之間 已經不是必仇的類型了 大概大概3到4顆星左右 好那挪哲的話 挪哲的話 因為現在火屬性最強力的疊攻已經出來 就是大概是炎帝 那炎帝現階段的話 我覺得可能配挪哲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頂多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好像之後看挪哲那時候的C珠轉換率也大概就是一半 因為單色轉 本身來說 除非你有新UP啦 不然變成單色轉的效益也不好 問題是 新UP之後就變成說 你沒轉到的新珠 還是這個當板面的東西啦 所以變成說 變成說其實新UP也沒什麼效益 可能主要還是會要吃在他的左側角色 CG威力大幅UP跟最終階層的升攻啦 所以變成說其實是還是這樣子為主 那我覺得現階段的話 可能配炎帝會比較OK 第一個就是 到王關之後 炎帝又可以再增3000攻擊 所以炎帝的基礎攻擊 應該是可以破到25000左右 是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為他CG升攻啦 因為炎帝的C本身也痛 然後又可以疊攻 那現在來說 愛心轉的話 愛心轉單人的話 大概還是只有 只有挪哲 那不然的話 可能還是會放韓月弓 然後 以及那個吧 主流的話應該還是韓月弓跟潘乃德 那不過 挪哲是一個沒有韓月弓沒有潘乃德 然後可以配 配炎帝的一個可行的選擇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就是 也不會是首選 那他絕對也不會是首選角色 大概也是跟司馬遷一樣 大概是在T2左右 所以就是 也不是屬於必抽類的 然後而且卡麵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 沒有司馬遷香啦 所以 基本上我可能還是會比較推司馬遷 司馬遷優先 一點點 這個大概是這邊 到這樣 那 基本上 想想當年的 當時的補松林 還蠻多人都是用挪哲過的 如今 現在也看不太到他 不過啦 因為挪哲本身CG還是可以再升攻啦 所以其實也是 打長期戰 打長期抗戰的話 只要沒有被消除 我覺得炎帝應該有機會 有望啦 攻擊力破3萬 常駐 常駐攻擊力有機會破3萬 那個前提是打延長戰 不然的話 平常的話可能 挪哲的上場機率也不會太高 好 那我們再來講真子 那真子 我之前是評價就是說 沒什麼 沒什麼機會上 很不幸的 就如同我說的 就是對 沒什麼機會上 所以 也不太需要再特別講 因為真子的話 在我抽到之後 大概 大概上場不到30 不到10次吧 所以 基本上就不太多 過多評價 那 一樣還是莫子 莫子的話 現在有可能 會被封後代替 一點點地位 但是我覺得莫子 還是會有一定的上場機會 就是不管是排行 不管是團戰 本身應該都還是有機會上去 因為爆彈跟黃色主轉 本身就有一定的市場 因為現在 還蠻多角色都 轉一大堆爆彈 然後再讓莫子轉掉 那 可是莫子就變成說 他還是要配滾跟 暴風疊疊強化 那 不然的話也是可以配順 然後讓順在頭開始炸 也是可以 但是我可能覺得就是 基本上莫子還是跟滾會比較適合一些些 就是 再加順的前提的話 我是覺得不太需要 就是莫子可能 加滾 因為通常莫子加滾 兩種場面 一種就是打排行 一種就是打團戰 那打團戰的話 我一律不推順 因為我覺得 打團戰的話順真的沒什麼用處 就是雖然有人說他覺得是團戰走向 但是我覺得順現在打團戰效益不大 現在如果順跟鳳厚選 那我會選鳳厚 就 300%的握手實在是太兇 然後再來就是C增傷 那我覺得C增傷的話 基本上還是有一定的機會 就是 打團戰啊 都還是有機會上去 那打排行的話 那基本上就一定是會配順 因為滾加順 最基本的疊攻盤 然後莫子的話就是C增傷 然後還可以再疊攻 然後專板 然後還有點手指 這個部分的話基本上 會還是是一樣 莫子的話可能還是一樣會是定位在排行跟團戰走向 那這個部分不太會變 那就是即使 即使時代變了 但他的定位 我覺得他的地位還是沒有被動到 所以變成說 莫子的話 如果是打排的話 如果是打排仔的話 我覺得 抽個一隻 至少可能要抽個一隻 以備不食之需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次排行 因為還沒有順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是 滾 然後加兩個莫子 然後最後一隻放誰我有點忘了 反正就是 一定是至少是雙莫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我又花了蠻多 石頭去抽雙莫起來 就是那個時候 好像中三還中二吧 反正就是雙莫加滾 那最後一隻我有點忘 反正就是 打排那個時候是變雙莫 但是因為現在的META變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莫子應該可能 剩下一隻就差不多 那莫子還有一個特色啦 就是他的被動只要5B就可以開了 所以就不用抽太多 除非你對他有愛 不然5B就夠了 對5B就夠了 好那最後一隻的話 炎迴 炎迴的話 我覺得特殊角的定位 還是比較多一點點 即使我那個時候 之前是說賭槽 但是說實話 現在會配賭槽 可能 含月攻居多 所以變成說 他在自己的話 現在是覺得 比較沒那麼兇一點點 所以炎迴可能 也會比較掉下去 除非 有上球吧 不然的話 藍轉 爆彈跟紅色豬 其實已經 比較沒有什麼 現在比較沒有什麼傷害面 可以說了 然後HP80%以上 減輕無效 其實 直接用暴風激烈強化去蓋就可以了 現在也不太會有需要用這種被動 然後 冒險開始紅-2 韓月攻也-3 他的三位也算 也算-3 所以變成說 炎迴的話 基本上 我是覺得現在 現階段可能也沒什麼機會上場 那嚴格上來說 我覺得比較值得該抽的話 該拿的話 頂多就是 莫子 然後 司馬千 基本上 司馬千的話可能也是特殊定位 就是一些簡單的走回的時候 可以用到他 打排行打團戰 我是不太推 我不太會推他上去 那基本上莫子的話 我覺得 打團戰應該還是 打團戰打排行 應該都還是有一定的機會 所以 如果是 想要走排行的話 我覺得可能莫子還是要稍微 稍微 留意一下 看要不要抽 不然的話 其他隻我是覺得 還好啦 基本上就是莫子 一搶 然後 其他就看你自己要不要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 公澤閒置跟 艾爾西 艾爾西的話 那我建議啦 就是直接買禮包會比較實際 因為 石頭加一隻限定 990 其實是真的很划算 那我們 就直接針對他的技能組 然後來講 那如果 我全都要之人 當然是直接兩包 那如果只能買一包的話 就 就滿滿挺分析 那 艾爾西的話是 學術攻擊型 那三圍的話是 7350 6001 3496 紅綠障礙各轉 C珠藍爆彈跟愛心爆彈 三回合 紅綠各轉 自身C跟藍爆彈掉落 結束反擊 CG的話是 單體超大傷害 到解除為止 藍屬性攻擊力提升25% 25 沒有25% 那 CG的話是 破傷跟防毒 被動類的話是 技能發動時候 掉落自身10顆 C珠 愛心轉 自身C掉 然後 破壞傷害珠的話 下次掉落15顆 愛心珠轉 11珠掉落 被動4的話是 一回合破壞 80顆以上C珠 藍屬性CG 威力提升100% 那基本上 我覺得 艾爾西的話 可能會是 團戰傾向多一點點的角色 因為基本上 藍CG提升100% 是蠻多的 變成說 現在團戰因為是 攻擊力所15000的情形下 基本上你要有 高%數的握手 以及 C增傷 有效的C增傷 會是 打團戰高傷害的 一個重要的指標 你C夠痛 然後你的 握手夠痛 然後你掉的 C珠密度夠高 基本上就會 就在團戰 是有機會上去的 那艾爾西的話 基本上 是勉強有達成到 C增傷這個部分 然後100%的話 是真的算蠻多的 因為 我記得特大幅提升 也沒有到兩倍那麼多 大概好像 1.5 1.5 1.6 我記得是直接乘1.5 那他這個的話 是直接乘2 所以你如果當 C珠量非常多的時候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艾爾西的話 就會有一定的機會 也許 因為 以他的主動技而言 我覺得 打團戰其實不太那麼適合 就是因為 變成說 轉自身C 然後 又落爆彈 然後 可是他又沒有一個 變成說 他需要配一個 爆棚強化 不然就C強化的部分 因為他前面是轉 一般的C珠 不是轉炸彈C 那如果是轉炸彈C的話 那團戰的話 基本上我就會推 那現在的情形 可能就是普普通通 就是變成說 他為了團戰 可能上去的機會 是 第一個跌攻 第二個就是 他的被動4 那被動3的話 基本上當看看就好 因為說句實在的話 他的其他技能組 基本上是 算是針對打關卡用 他的被動4的話 我會把他定位在團戰傾向 所以變成說 他的技能組其實是 還算可以 但是 但因為他被動的關係 會讓他的定位 比較尷尬 因為他還要熱擊 所以大家問題是 他還要熱擊 他這個技能主要熱擊的情形下 會比較麻煩 使用上會不太好用 然後解除反擊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反擊的關卡不多 所以變成說 解除反擊的話 其實沒什麼效益 我覺得 除非關卡之後 又出了個反擊很痛的關卡 之類的吧 不然的話我覺得 愛爾西的話 現階段可能 上場機率不太高 可能也是 可能會再比司馬千 還會再少一點點 所以變成說 我可能還是會推司馬千 多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因為基本上兩隻是差不多啦 好 那第二隻的話 是公則限制 公則限制 人類技巧型 三維的話是 7800 5530 3092 黃色珠轉 C珠大 然後特殊珠以外轉 綠色珠 自身以外 綠屬性回合縮短2 然後解除千 綠屬性產生 藍色珠連鎖 點按次數加1 那CD7 那CG的話 是給予單體激烈傷害 兩回合綠屬性 攻擊力 防禦力提升250 那被動1的話 是破障跟防毒 被動2的話 是冒險開始時 自身技能回合縮短7 被動3的話 是HP58以上的時候 綠屬性 攻擊力提升3000 然後C珠生成 連鎖 手續縮短6 被動4的話 是HP未滿50% 綠屬性 防禦力提升3000 然後C珠生成 所需連鎖 縮短24 那基本上 公哲閒置的話 在日版 算是技能組有修 進來台版技能組 算修蠻多的 就是回合縮短了 然後被動也改得 比較好用一些些 那其實基本 我覺得公哲閒置的話 現階段可能上場率 還不會太高 要等之後的 雷姆實裝進來之後 公哲閒置配雷姆的 傷害會相當的足夠 因為雷姆是紅轉 自身C掉 可是在日版 雷姆的C技其實算是比較弱勢的 我記得好像C只有9000 比愛因斯坦痛一點點 但是他的疊攻不是永久 所以變成好像兩回合疊攻疊防 25 這樣我記得 那就看看之後台版會不會再修 不然的話 依照未來試來看 雷姆可以配公哲閒置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那 就有點像是我在日版 會很喜歡用的一個搭配 就是 愛因斯坦加夜刀神石槍 那夜刀神石槍是永久 紅轉藍包彈掉 所以變成他們兩個搭配 就是變成是已經三色版面 那公哲閒置的話就是 四色版加一個連鎖 那其實變相可以當三色版來看 就是他是連鎖藍珠嘛 然後減CD的話 也算是打高難度關卡的特殊的用處 我覺得會是比較偏向特殊的小一用啦 就是基本上 公哲閒置的話 依賴技能組而言 他可能是打一些高難度關卡 然後花式童玩會居多 基本上如果 平常要打一般的攻略隊的話 我是不太會想要把他放進去 因為 就是連鎖 然後 就算是永久連鎖 但其實 也就這樣子 就是 主要大家可能會想要看他的-2CD 所以變成說 公哲閒置的話 打排行也應該也不太會上去 然後團戰也更不可能上去啦 就是可能打團戰的話 我還會建議先拼莫子會比較好 那可能就是打一些關卡的時候 會比較值得入手啦 就是 一些花式通關隊伍吧 不然平常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 純實會比較實際啦 我覺得純實會比較實際 就是 說句實在話 如果你是無客宅 然後你還是想要抽 我基本上會建議直接用買的 因為我覺得 這兩隻不太適合抽啦 就是要的話 我覺得可能直接買斷下來會比較實際 那如果你硬要說二選一喔 二選一的話就看自己吧 如果你喜歡一開場就可以開季的爽感的話 那當然就絕對是公哲閒置 那如果你覺得你可能之後 猜測之後可能會有反擊之類的關卡 需要用到的時候 那就是需要用到艾爾西 那一樣艾爾西最大問題就是需要熱擊 CD6需要熱擊嘛 他不太像某些CD6三回合效益的角色 然後可以一開場就啟動 那當然就是這個是比較Hard的缺點啦 所以會變成說 就是可能會要各取手續會居多一些些 就是看你是想要補水的 或者是補木的 那艾爾西的話用起來的爽感絕對 可能絕對沒有潘乃德舒服 然後也不會有寒月光舒服 就是基本上雙射轉 然後可能會比 我覺得會比焰刺霞舒服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 就是可能兩個會是差不多等級啦 因為沒有減CD的話 焰刺霞可能還是會 會讓人覺得用起來比較舒服 因為焰刺霞是全體減3嘛 那艾爾西的話變成說還需要有人去搭配他 這樣子 所以禮包的話 我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拚 我會建議直接買禮包 我不會建議你用抽的 因為抽的你還會爆炸 直接用買的還比較實際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要抽 無人島的話 你真的想要抽一隻下來 做個幾年 那我覺得以強度處而言的話 墨子的上場機會還是會高一些些啦 就是比較有機會出去 大概是這樣 好啦那喜歡我們今天分析影片 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就這樣子囉 掰掰